崔永元怒对李肇星之女趁砖打有来透的表子,祖图,看中国记者董灵山综合报道,前央视主持人崔永元继续在微博上开火,近日崔永元微博小号罕见连续发文,对香港卫视综合台副台长秦峰爆了粗口,他微博文章用词非常激烈,已经是在辱骂了,再次引发关注该女子身份背景深厚, 据指是前中共外交部长李肇星的侄女崔永元微博,崔永元先是在10月12日发布微博称,我记得很清楚这个表子是第二次骂我了,无缘无故并附上秦峰当天发布的微博信息截图截图显示秦峰说,崔永元同志本来还觉得是个斗士,现在觉得太恶心了闷克么能装了,崔粉也真是不要脸到家您倒下,把您重担成筛子, 也并不比他们冤多少,崔永元微博小号也罕见的对秦峰爆了粗口,据说这名叫秦峰的和方舟子是好朋友的关系,曾经因为转基因和崔永元撕了很多回, 那据西秦峰,2014年10月22日,在微博第一次骂崔永元,用词极为粗俗微博表示,鄙视崔这种狡猾的战队者,改不了吃屎的狗,如今时隔四年秦崔在起骂站,崔永元还击一次并未解气,跟着在第二天连发三条微博怒爆粗口,趁秦峰确实是个贱货,受再多的教育,也想叫他婊子, 10月14日崔永元再转发一条,网友骂秦峰阴险恶毒,的微博并说,这种婊子以为家里是高干就随手欺负人为乐,不翘碰上,我了我就喜欢,打有来透,有背景的婊子,公开信息显示,秦峰的祖父秦立真外祖父杨奇良前外交部长,李肇星是他的姑父,崔永元微博还贴出了媒体此前的新闻报道, 报道趁秦峰在2017年中工兰会期间,一手抓住李肇星西装贤金的提问就赵崔永元微博李肇星, 1990年任外交部部长助理,1993年任中国驻联合国代表,两年后升任副外长,随后被任命为中国驻美国大使, 三年后李肇星继续担任副外长的职务,2003年3月接替唐嘉玄出任外交部长,2007年4月27日被免外交部长职务, 李肇星在任美国大使期间因言与粗鲁,给国际社会留下的印象并不好, 美国媒体趁他为红卫兵大使,李肇星曾在公开场合表示,中国人全比美国好五倍,你是一个中国公民,还有什么比这个更光荣的香港名报? 2011年8月曾转述拜登一位随缘称,李肇星的子女全部在美国发展,他的亲戚,甚至包括15名朋友的子女, 也都是靠他的关系到美国大公司和政府部门共职这位美国官员说,虽然李肇星在公开的场合常常讽刺,批评美国但在私下里他最了解美国,也希望自己的子女能够在美国发展, 2011年19六个月的女胜 你叫做是一个一个介绍的与力量, 一样说是一个外交产的与力量, 是一样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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的女人, 她只要一样是一样的女人, 我真的与点一样是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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一样的女人,